本领 大军分散 毕格 你率领两千金旗向左翼迂回 哈桑 你率领两千金瑞向右翼报抄 无论如何 也要拿下眼前的明军阵地 杀 苏丛 跟进出战 皇上 这里太过危险了 开心皇上向着皮刀南面赞并 放屁 正是因为敌强我弱 朕才要亲自来作证呢 都给朕打起精神来 无论如何都要挺过今天 坚持到明天 我们的大军就可以赶到皮刀 你率领三百火枪手 站住左翼的高地 封锁右翼满洲金瑞的迂回突击 苏丛 带上数十金瑞 再集结三百火枪手 连朕挡住左翼满洲金瑞的突击 绝对不许他们 从侧翼突击我们的阵地 皇上 别废话 快点行动 遏制住满洲队两翼的迂回突击 正面阵地交给朕 就不让你们滚 滚 传令下去 要盲目射击 等到对手靠近百步之内 再进行射击 传令 调动一千水手跟士兵 非老子亲自出战 杀回岛上去 大人 无论如何 您都不能离开水师啊 离开了水师 那万一高丽反扑呢 万一满洲增兵呢 没有您坐镇指挥 那我们如何应付得了 都什么时候了 老子还管得了这么多 哎呀大人 若是皇上平安无事 结果登来水师出了意外 这样 难道您就能向皇上交代了 莫将不猜 愿意率领一支兵力 杀回皮岛 拼死保护皇上的安全 至于您 绝对不能离开水师 您看 大人 高丽水师 高丽水师 又出动了呀 该死的 老虎不发威 你拿老子当病猫了 沈天唱 集结一千兵力 立即脱离水师 返回皮岛 高丽水师 老子今天一定要让你们 全部歼灭 且说朱四郎 正在全力迎战 冲击上来的满洲大军 毕竟人家阿迪格手中 还有七八千的兵力呢 而朱四郎手中 不过一千多人 这兵力相差全数 经过一天一夜的大人 将士手中的火枪 也多有损毁的 到了天亮之际 就再也无法挡住 满洲大军的突击了 趁着阿迪格带着 十几个士兵 已经将朱四郎 给围在了中间 不断地展开着围攻 就在这个时候 远方再度响起了 密集的抢声 一道道身影 出现在了战场上 雷霆 援军到了 我们的援军到了 随朕反击 皇上 臣等晚了一步 让皇上受惊了 臣等死罪 别那么多废话 赢送来了 李定国呢 李大人正在后方 整顿兵马 不光是李大人来了 这一次 常将军亲自带着我等来的 甚至还带来了 一万精英精润 他马上就到 好 好的很呢 老常来了 阿迪格 今日一定要让你 死在匹岛之上 阿迪格 你送死吧 来人 船令 全军向着马头撤退 登船 全力撤退 阿迪格一声令笑 大军开始向着 码头方向撤退 只是如今 通州镇的将士 在常义林的统帅之下 全力进攻 哪里肯给满洲大军 轻易脱身的机会啊 阿迪格也管不了那么多了 从一旁夺过了一条小船 拼命地逃算 趁着水师不注意 静止向着铁山郡的方向 逃去了 甚至连麾下的大军 都顾不上了 无力无援的满洲士兵 一个个被明军 砍翻在码头上 或者直接被冷枪击中 这一场大战 一直持续到了黄昏的时分 方才结束 数千满洲士兵全部战死 皇上 皇上 您没事吧 没事 叶林 咱们军臣出收入死多少次 比这个凶险十倍百倍的场面 都经历过 这算得了什么 驴城 你个废物 你就他妈的呆在水师战船上 眼睁睁地看着皇上 遭受围攻吗 你怎么不去死啊 你个王八蛋 老子跟你没完 行了 不要冲着驴城发脾气 这一次 是镇的部署出现了一点小失误 命长兵去接通修阵 却声望给长兵派出运兵船 差一点就误了事情 叶林 你又在京城恐为京城安全 如何跑到皮岛来了 你说呢 皇上 你简直就是胡闹 怪不得朝廷的大臣们 总是跟你闹的 这么大的事情 你连商量都没有 直接就做了决定 仅仅靠着手中的灯来水师 你就敢跟满洲硬碰硬了 即便是人家没有水师 你就是靠着渔船 都可以从对岸杀过来 到时候 就屡城手里这三千火轻手 如何能顶得住 李延大哥生怕你有事 直接就让我沿着运河赶过来 哎呀 要命啊 您这是往死里看我们的 我就差别老国公 给拎着耳朵嘱咐了 一个皮岛而已 当不得什么大事 行了 再也不会有下次了 实话说 这一次出兵 的确是急躁了点 有些冒险了 不过 也不是没有什么收获 满洲达子丝毫准备没有 被我们打了一个措手不及 现在多尔滚 再想夺回皮岛 难如登天了 皇上 要打皮岛没有问题 您寻室天津府的时候 倒是知会缠义上啊 臣提前做好准备 这实在是让臣措手不及啊 这也是临时起义而已 皮岛啊 这里可是战略要冲 对于满洲来说 一旦我们掌握了 他们就时时刻刻的 都被想睡踏实觉 如芒才被 有了这颗钉子 起码这两年 我们就可以放手处置 国中的其他事物了 只是可恨的是高丽 若不是高丽插手 派出了水师主力 帮助满洲达子运兵 我们如何会被逼得如此狼狈啊 放心 这个恩怨咱们早晚要聊 上一次他们背叛朝廷 驻满洲达子进攻皮岛 正还没有跟他们算账呢 本想给高丽一个 改过自新的机会 可是他们竟然还得寸进尺了 看来 不给他们一个血的教训 他们是真的不知道疼 那还说什么 既然我们都在海上了 距离高丽不过支持之有 陈这就带着大军 直接杀上高丽 将他们给涂了 不着急 想要涂了高丽 那也得等到 多尔滚退兵之后才行 现在若是进攻高丽 万一多管杀我们一个回马枪 那可是要吃大亏的 皮岛绝对不能再丢失了 可是皇上 现在我们处战 跟满洲达子一决高下 倒也没有什么 若是满洲达子退兵了 通州阵跟京营 可都是要回防的 通州阵要驻防天行府 京营更是负责巩卫京师 不可能长时间留住在皮岛的 您还是要早做打算才是 在皮岛建制没有完成之前 灯来水石主力 就在皮岛游业境界 不允许任何力量靠近皮岛 等到皮岛建制完成之后 灯来水石四大水石营 轮流巡视皮岛 一个月三次 至于皮岛的兵力部署 宁人会朝廷宣职 要密云总民郭少怀 率领麾下主力 以防皮岛 恢复东江战建制 密云防务暂时就给山海关负责 要通关总民周一级 率部北上密云 准备接受密云防务